本节课我们来学习图层的几种锁定模式 我们还是使用这个文件 首先呢我们进入上面的图层1 我们来看一下锁定透明像素是什么意思 在没有锁定透明像素的时候呢 我们先来做一次实验 使用前景色进行填充 按下alt加delete键填充 可以看到整个图层都被填充了白颜色 好我们返回 而如果我们使用画笔来进行绘画的时候呢 可以看到我们可以在这个图层中透明的区域任意的进行绘画 而如果我们在这里将锁定透明像素勾选的话 此时我们再进行颜色的填充实验一下 可以看到我们只能对原来存在像素的地方呢 进行填充 而原来透明的部分呢 则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如果我们使用画笔来进行绘画的时候呢 在透明的地方拖动鼠标 画笔不能画上任何颜色 而如果我们在绘画的过程中经过有像素的区域的时候呢 可以看到这些区域才会被画上颜色 所以说锁定透明像素呢 就是只有图层中不透明像素 才能够被上上颜色的这样一种含义 它支持透明度 我们再来看这样一个选项 这个选项是锁定图像像素 在锁定图像像素这样一种模式下呢 我们使用画笔填充等 对这个图层都没有任何作用 当我们使用画笔的时候 可以看到图标是一个禁止使用的图标 我们在图像上进行绘画 就会弹出提示 无法使用画笔工具 因为图层已经锁定 在这种模式下 图层的像素不能被改变 但是呢 我们可以移动这个图层 我们再来看第三项 锁定位置 如果我们锁定位置的话呢 就无法对图像进行移动了 锁定位置和锁定图像像素 可以同时存在 也可以只选择单项 另外呢 锁定位置也可以和锁定透明像素同时存在 我们将这个勾选取消掉 可以看到两者也可以同时存在 它们可以同时约束我们对图层进行修改 而最后一个选项呢 则是前面三项的总和 我们勾选它 这个图层就被完全的进行了锁定 既不能进行移动 也不能进行编辑 如果我们想将它解锁的话 可以将这里的锁定勾选去掉 也可以将这个锁呢 直接拉到垃圾箱 进行解锁 图层的锁定非常重要 我们在操作的时候 往往需要利用它固定住某些图层 防止误操作